歡迎收看小熊老師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開始介紹這個圓 應該說我們要來介紹圓的角度問題 我們在前面那一張介紹的是圓上面的弦 一些有關於線段長 切線長 弦心句 的問題那我們在這一張要介紹的是 幾何裡面很重要的角度的問題 角度跟圓會發生什麼關係呢 首先就是說我們要了解到說 圓上面除了角度還有另外一個跟他可以說是這個雙胞胎關係的就是弧度 什麼是弧呢?弧就是一部分的圓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們所會看到的弧不見得是圓弧 他也可能是橢圓弧或者是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規則的 比如說這個弧 那我們在未來國中介紹的 弧呢沒有特別講的話都一定是指圓弧 唉唷 我寫得很懸了 就是說 如果題目沒有特別講啦 那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別種 不在國中 我們講弧 他如果題目上面寫一個弧 就是暗示你說這個弧是屬於圓的一部分 這是第一點 那關於一個弧我們有兩個 兩個這個性質可以去探討他 那 第一個性質就是說這個弧到底有多長 有多長怎麼講 那我們在這裡講的弧長 弧長 就是指說這條線 你如果拿一條 哪一條細細的就是 那個毛線 縫衣服的線 你把他那條線 對準這個弧 這樣子排好 排好之後呢 兩頭一捏拉緊 那拉緊之後 你看去量 去量他多長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你的 弧長 這是他的第一個性質 就是他到底有多長 那第二個性質呢 就是他到底有多彎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採用的是所謂的這個角度 就是弧度 如果我們說我已經知道這個弧長了 然後彎的程度不同 那就說我這個弧長可能是 這個弧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他也可能是 就是跟他 跟他一樣長 但是他可能已經是變成這樣子 又或者說他可能是跟他一樣長但是他是 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詞去形容他叫曲率 那這個是一個在數學上面比較 複雜的計算的時候使用的詞 我們在這裡呢所使用的 這個稱呼他彎曲程度的 並不直接是 指他有多彎 而是指他 張開來的角度有多少 這個叫做弧度 我們等一下就介紹 我們怎麼去了解到 怎麼去取得一個弧的弧度 在介紹弧度之前呢 先來 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弧是圓的一部分嘛 所以說呢 我今天假如在圓上有AB這兩點 那我們先不要管中間 這AB這兩點是不是就把 這個弧切成兩個部分 我假如有一個圓 一個圓 他是被AB兩點 我假如剪掉 剪掉 他是又掉開來 掉成一個是這一塊 還有一個是 這一塊嘛 對不對 這個比較小 比較大 那你就看到這裡這一塊 然後這一塊 對不對 要注意喔 我們在上一章有提過 我們講圓的時候指的是圓周 就不管中間 中間是空的 所以他如果被AB剪斷的話呢 就是有這一塊 這一條跟這一條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說這個圓呢 因此而分成兩個弧 因為弧是圓的一部分 這個弧比較小 我們叫裂弧 這個弧比較大 我們叫優弧 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裂弧 這個是優弧 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 當我今天跟你講AB弧 當我寫作AB弧的時候 附帶一提喔 這就是弧的寫法 你把它兩個端點 像那個直線AB 直線AB是這一條 對不對 線段AB 線段AB是這一條 那假如我是 AB弧 就是一樣 寫AB 然後但是你上面不是寫 直的 而是寫彎的 這樣就是AB弧 那我這個AB弧呢 會是指圖上的 這塊還是這一塊呢 雖然說這個是裂弧 但是其實我們的AB弧指的仍然是裂弧的這一邊 所以AB弧呢 指的就是這一邊 那為什麼 不叫U弧這邊 這個跟我們叫角度的習慣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會介紹這個弧跟圓心角的關係 那我們在一般在講角度的時候 就是說 這樣子 ABC 我跟你說 角B或者說 角ABC 那指的會是這個角呢 還是會是外面這個角 指的會是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叫角度都是講小180的 那所以在講弧的時候 沒有特別講的情況下 AB弧指的也是小180的 可以嗎 那或者是說就是說最直接會連到的啦 最直接會連到 那假如我今天要叫這個弧呢 我就要給他另外一個代號 比如說這裡點一點C 然後跟你說我要 ACB弧 那你講ACB弧的時候就不會是這邊了 因為C不在他這中間 不在AB中間 所以我們講ACB弧就會指優弧 那又或者有的會比較仔細 他會講優弧ACB 這樣子或者說AB弧弧 那他指的就會是這個 可以嗎 那這個是弧啦 那我們剛剛說我們要介紹角度 我們要介紹角度 那所以一個圓跟角可以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假如說我有一個圓 那我們都知道角是可以那個 把甲邊延伸的 也就是我現在有一個角嘛對不對 那我這個角呢他可以把 甲邊一直延長 這個角的大小並不會變 要了解 不要到 學到這裡已經國三了 還覺得說這個角比 這個角大 比剛才的這個角大 這個角比較小 這個角比較大 這樣 這樣的想法是 不數學的 他很生活化 我剪一個角角給你 剪下一個角 這個角跟這個角哪一個角大 這樣 但是這個 比較大 可是這樣不數學啊 我們在數學上講的角 角度啦 我們講的角度只有 拉開來的這個幅度而已 那既然他可以移動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個角呢 有可能是這樣子的 有可能是這樣 假如說我圓心 他有可能剛好碰到圓心 他也有可能 碰 他有可能 尖尖的點 最後是碰到圓周 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可能都有可能 那麼呢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是圓跟角的關係 所以大致上我們不太在乎他通出去的部分 不是說他不能通出去 他可以通出去 只是說 我們不會理會他通出去的部分 因為 我們要算 我們通常會利用他跟這個圓 所交的弧 這裡 這個角交這個 對不對 那這個角我們把他連過來 他交外面這個 我們會去思考他跟這個圓所 夾的弧的關係啦 那所以說既然我取到弧而已嘛 所以弧外面的部分就不太在乎 這個部分就不太在乎 所以 角跟圓的關係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四種 我們一樣都讓他那個 角 落角處落在圓周上的話 如果他們全部都有 碰在圓周上都剛好碰這兩點的話 那麼會形成的角 就會有四種 一種是 最後尖尖的點 頂在圓心上 這個我們就叫做圓心角 如果尖尖的點 頂在圓周上 這個我們就叫做圓周角 如果尖尖的點 既不是點在圓周 也不是頂在圓心 他就是在圓裡面 那麼這個角我們叫圓內角 如果尖尖的點 沒有留在圓裡面 他最後跑出來了 這個角 我們講角一定是講這個嘛 夾起來的部分嘛 所以這個角夾起來的部分 其實夾在外面 我們叫他圓外角 那麼我們這堂課 主要就是要介紹說圓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 跟大家簡介他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圓周 那順便就是我們這個單元也會開始討論一些跟圓心角圓周 有關的東西 那比如說包括扇形 我們都知道扇形在國小學學過 扇形你要算圓周或你要算面積都要做一件事情怎麼樣 就是你要知道這個角幾度 因為整圈360嘛 如果你這個角比如說60度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只有六分之一個圓 那你的面積會是六分之一的圓面積連圓周也會是六分之一的圓周 那我們在國小的時候沒有特定的定義 那在這裡我們剛剛已經講過這個就是圓心角 可以嗎 那也從延伸我們從國小學過的事情 其實我們蠻容易理解到一點的 就是說 我既然要稱呼 弧的弧度 那我們剛才講啦 你如果這個是60度 那 這個扇形就是 那個360分之60 這個弧也是360 360分之60 那 我整個圓周你認為會是幾度 整個圓周一定是360的啊 他就是一圈嘛 那所以這個弧呢 他是 他應該會是幾度呢 他是整個 360 乘上 360分之60 所以他就是60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從 國小就學會的知識 延伸到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弧度 我們剛講AB弧 AB弧 就是AB弧嘛 對不對 AB弧的弧度會是多少呢 他其實就是圓形角的角度 可以嗎 那弧度就是圓形角的角度 那我們會用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圓形角就是 他的 鎖對弧 我們在接下來的那個課程裡面常常會聽到我講這個詞 對 就跟我們講三角形 我說你三角形全等 你要認你就要了解到去抓對邊 因為一個角 在三角形就會有對邊 在這個圓上面就會有鎖對弧 圓形角的角度就是鎖對弧的弧度 可以嗎 所以來看這一題 他現在跟你說 著色部分面積和白色部分面積 的面積比是1比7 那換句話說 著色部分是整個的八分之一啦 對不對 面積是八分之一 面積是八分之一 代表他的角也會是八分之一 所以呢 這個角其實幾度呢 3比6除以4是90 再除以2 45度 可以嗎 所以角AOB 就是45度 然後現在要求這個ACB 那你覺得會是幾度呢 下面這題 來那個做一下 然後下面這題來看一下 已知有一個圓 在圓周上有PQ 把這個圓周分成優 虎和列虎兩個虎 如果兩個虎的長度比是1比9的話 請問你角PQ會是幾度 再給你做一下 OK喔 不知道你有沒有算呢 這很簡單 按個暫停大概10秒鐘就算完了 這個45度啦 然後他已經跟你講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嘛 他是八分之一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有兩個算法 你可以說我這個是八分之一剩下是八分之七嘛 360乘以八分之七 或者說我這個 這個角是45度角 那我們剛剛說弧度就是圓心角嘛 所以其實這個虎也會是45度 那這個怎麼寫呢 我們就寫 A B 虎 是45度 這樣子 一般我們 你這樣寫就是 老師看得懂 然後或者說 老師這樣寫你看得懂 也就這樣子了啦 那課本上比較嚴謹 他為了要讓避免你誤解 AB弧是指角度還是 長度 他就寫AB弧長度 等於AB弧角度等於 那那樣當然是OK啦 那只是說我現在就寫角度了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 是指他的角度 那 你說如果我說我就是要寫角度 可是這個度忘了 寫怎麼辦 那就算錯喔 對不對 你這樣 你如果這個度不寫的話 我就以為你是寫長度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AB弧呢 這個弧度等於是45度 那45度的話 那麼ACB弧呢 他就是整個圓360 就是減掉 AB弧嗎 所以是315度 可以嗎 我已經知道有一個圓 那這個我故意不畫圖 希望你們能夠自己 慢慢的 建立起 繪圖的能力 我有一個圓然後把 PQ把它分成優劣兩弧 那麼他說兩弧的弧長比是1比9 要注意 那弧長 咦弧長怎麼算 我剛剛好像沒有講到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骨小就會啦 就是說你弧的長度就是怎麼樣 圓周長乘上我們剛剛說你占的比例 那既然我們的弧長是圓周乘以角度 那當你 圓周又一樣嘛 他們是同一個圓 所以當你弧長的比例是1比9 那就代表你的弧度比 也會是1比9 那如果有同學這樣看 光是我這樣講你不理解 我們就另外寫一個 像柿子這樣 弧長 是 圓周 圓周也是固定的嘛 360也是固定的嘛 對不對 所以弧長跟這個弧度成正比 所以弧長比1比9的話 那麼弧度比其實也是1比9 那所以弧度比是1比9 整個是360啊 那所以 合起來是10 所以 10R等於360 R等於36 然後他問這個角Poq 那這個角Poq 就會等於是這個弧 所以是36度 可以嗎 這次的問題 這個主要都是一些 關於扇形 或者是關於我們今天學到的這個 圓周角 圓星角 的問題 沒有圓周角 圓星角 和弧度的問題 那麼來看一下 都蠻簡單的 證明 我去算這個扇形的面積呢 這個R是半徑 然後這個S是指弧長 S是指弧長 所以我這裡寫弧長S 它是就是一項 不是弧長乘S 就是弧長S 半徑 這個扇形面積其實我可以直接用 這個弧長乘上R 除以2來算就好 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三角形的底層高除2 但是他不是說因為長得像三角形 所以我們就這樣算吧 他是有原因的 可不可以試著把它推論出來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算呢 這個是證明題 那我在這裡說一下這個是 上一張的證明題 我們在上一張沒有交這一題 所以在這裡讓大家看一下 OK 那我們這樣 上這裡